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秦医生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 我们人类可能存在的一个 爆炸性细胞死亡基因受体 哦,这个听起来好绕口,好复杂 那么秦医生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都会感冒 感冒的本质实际上是病毒感染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有些人病毒感染后 可能休息三五天 它就会好了,自然就好了 可是总有一部分人 被病毒感染了以后呢 会发生一些严重的不良反应 比如说常见的是 引起肺炎,引起心肌炎,引起脑炎 但还有一些人 会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 引起哮喘 甚至引起什么呀 引起肾脏的损害,关节的疼痛 就是一个病毒感染 为什么有的人 或者大部分人 很好的就痊愈了 而一少部分人会发生 相当不良的一些 严重的病发症,后遗症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可能给大家 会有一个新的思考 研究人员发现 全球有数百万人 携带一种控制 与炎症有关的 爆炸性细胞死亡的 基因变异 这或许可以解释 为什么有些人 容易患上炎症性疾病 便有可能开发出 个性化的治疗方法 细胞死亡是人体清除 受损不需要的 患病细胞的方式 细胞凋亡呢 是细胞死亡的一种形式 被认为是程序化的 因为它是一个 高度受控的过程 相反 由于其不受控制的性质 被认为是非程序化的 还有一种新的细胞死亡形式 叫做什么呀 坏死 它同时模仿细胞凋亡和坏死 坏死与其他形式的细胞死亡的 区别在于其凶猛程度 太凶猛了 从本质上讲 细胞爆炸性发生一个警报 让体内其他细胞做出反应 而细胞凋亡通常会呢 引起免疫沉默 什么意思啊 它是个程序化的 让它消亡死亡 让免疫呢 沉默啊 就是你不要太啊 引起太过于夸张的临床表现 或者杀伤力 而啊 这个由MLKL基因 把关的坏死性细胞死亡 则会放出什么样 醋炎症分子 并给导致疾病的发生 近来呢 由澳大利亚 墨尔本 沃尔特霍尔研究所 考察了控制坏死细胞死亡基因 发生改变时 那么坏死细胞死亡后 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病毒感染时呢 是好事 那么能杀死感染细胞 并使啊 什么样提示免疫系统 清理病毒 启动更加 这个更加特异的 更加持久的炎症反应 这个呢 对于抗疾病毒 大部分来说都是好事情 但当坏死细胞 异常的增多或失控时 炎症反应就会引发疾病 它不但会清除病毒 更会引发身体内在的疾病 有些人生来就具有独胎性 特定DNA序列存在两种 或两种以上的变异形式 比如说MLKL 第132号 这个氨基酸 我们叫S132P 这增强了MLKL 杀死细胞的能力 有2%到3%的人 MLKL对停止信号反应是减弱的 停止不了免疫的攻击 研究人员将小鼠 这个版本的MLKL 变异体引入转基因小鼠体内 结果发现 这种变异体功能 会产生一个增异的效应 导致免疫细胞的缺陷 甚至造血功能的伤害 研究人员迅速观察到 炎性单核细胞数量的减少 这种细胞会选择性前往炎症部位 产生炎性的细胞因子 并导致局部的一个 和全身的一个炎症反应 这些研究结果 重要性在于 这种基因突变 如何与生活方式 感染室和更广泛的基因构成 等因素相互作用 从而增加炎症性疾病的风险 这就是所谓的基因风险 即多个基因对某种疾病的综合影响 而MLKL S132P 多态性可能是了解MLKL和坏死 是如何调节多基因 人类疾病进展的一个关键 所以呢 就是说由于某些基因的多态性 一些变异 导致了2%到3%的人 携带这种爆炸性基因 所以对普通的病毒感染 反应过激了 反应过激以后呢 就会伤害自己 导致炎症的一个疾病的发生 那么在最后举个例子 比如说别人骂了你一句 如果你很平静的 平静的说你文明一点 那么可能这个时候就要细胞凋亡 什么意思啊 那么我们身体不会发生什么损害 对方呢也会抑制他 但文定提示 别人骂了你一句 你打了别人一顿 而且嚎啕的 暴怒 这个时候呢 不但伤了对方 也伤了自己 所以呢 这个简单的形象比喻 就是我们啊 对待炎症反应时 我们到底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也欢迎大家关注 气游身控化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 就会行动了 OK MINGt yell